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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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适当栏目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横 wildly смотр 镜与点栏目 如果周团上面是 hoor thinking 我们不是用后悔点栏目 我们物件的调 챙blowing 不知不知甚麼叫簡易屋 簡易屋像日本仔那些 去過去拍拍拍幾樣東西 拍完就可以做一個大案 好像做口屋那樣 等他們政府需要的本地 而他們政府去做這件事的時候 所以我們特別有個例子 建一個水災在台灣 大南参林村裏面 他們政府給地 辭職就是負責起屋 為甚麼他們會用辭職起屋 因為辭職起屋是很實際的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師傅說 這裡幫你建一些房屋 他師傅有個叮嚀我們師兄 你知道說甚麼嗎 要住三代 至少一百年後 住三代 不要求求求的起屋 辭職是最好的 最實際的東西給大家 因為屋 因為常說 房屋 學校和醫院 地震不能倒 為甚麼 第一 真的會死很多人 醫院裡面 學校 但也救了很多人 所以我們後來 經過發派水災之後 因為台灣經常地震 他們會構思一種 大概 以前是就這樣 方形 現在裡面是互相扣著的 八角形 意思是增加了周圍的陰度 和防禦力 所以現在我們暫時沒有 試不去 我都不想試到 暫時六七級都沒有問題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醫院和學校 不能倒 常人說了 為甚麼 小朋友教育很重要 一會兒會提到 有沒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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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書籍 教育不可以 因為沒有教育 人怎樣大了之後 是吧 未來呢 前途怎樣呢 都不懂得分斷是非 人生生活有甚麼價值呢 是吧 醫療為甚麼重要 醫院 救人 是吧 所以醫院人不能倒 所以我們這裏就要告訴大家 尊重生命 我們所做的 全部都是給他們所需要的 不是覺得我們所需要的 我見到大部分都是放一張桌子在裏 大家聯絡給你 其實都問過他 你的小朋友要穿甚麼衣服 大碼細碼 有沒有我們這裏需要甚麼 沒有的 只有很多 我拜給你就要 但很多時候要不要 我記得一個例子 在美國經常水災風災的時候 有一次發覺一個 好像八達通卡一樣 裡面有錢的 到2000元美金 有些人去買的時候 有些人去買的時候 有些人去買奶粉 我家裏有幾個小朋友 有些人去買衣服的 我要穿 我在路人家 那張卡的錢 就是給他買的所需要 不是我們覺得的所需要 小朋友的 我買衣服給他 我要吃奶粉 原來他不適合 老人家的 可能要買些毛巾給他 給他暖一點 暖風機 這些就是辭職人的貼心 用心 大愛心 好了 我們現在就 這首歌 叫擁抱創生 裡面可以看到 辭職人那種悲悶創生 和眾生付出 一些很感動的重點 大家可以看 看著地裏的就有菩薩龍殿 這個地方是海地 稍後我會介紹這個海地 給大家知道 當初的一個苦患 那gins 蘑菱龍殿 蘑菱龍殿 又會說 好 來 請 往外 往外 在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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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婆婆 改打个耐心 基本上她是没有屋的 她在一条家里面与人家 第一时间我们的辞职医生过去跟他推荐 也带用当地的人去帮当地的灾纹 每个人拿着清洁用具做什么呢 打掃自己的家 我的爱人 我要想你那人 若不是我无法将你的文件 有谁能拥抱丧生 很大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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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